Lok 週末 周老晚特首 歡迎大家準時收看阿洛在廣州 和大家一起守 逢年過節放的煙花炮燭 是中國傳統的習俗 2024年春節很快到了 最近廣東多地陸續發佈 新年節日期間的煙花炮粥的延放要求 不少城市從金方轉為閒房 我們今晚先來關注一下 近期廣州、珠海、佛山項地 先後發佈了煙花炮粥延放要求 記者隨機採訪了一些市民 他們表示過年放鞭炮和煙花 大家在鞭炮聲中釋放情感 在燃爛圈囂中持久迎新 是大家寄託美好願望的一種方式 以作為傳統的習俗 與其禁不如有罪地限 對 適當地組織一下 在這些節日中有官方組織就最好 有節日氣氛 建議政府應該確定指定的區域 讓我們市民有一個地方可以放煙花 也帶小朋友去感受節日的氣氛 也不錯 針對鹽放煙花爆竹的安全問題 有市民就表示 需要相關部門加強對煙花爆竹生產 運輸、經營、鹽放的管理 並加強安全鹽放知識的宣傳普及 消費者也要從自身做起 不要貪便宜 不要購買三毛煙花產品 煙花其實是有很大的安全隱患的 開心之餘一定要注意安全就是了 肯定要合法、合規、有合格指標 達到國家安全標準才可以呢 買煙花我一般沒有標籤 值得注意的是煙花爆竹二元二百歐屬於特殊的商品 國家對其生產、運輸、儲存、銷售各環節都有嚴格的要求 任何單位個人在未取得煙花爆竹經營許可證 以任何方式進行經營零售的都屬於違法的行為 同時市民在鹽放煙花爆竹時 應該在寬廠、安全的室外場地鹽放 切勿靠近柴草堆等二嚴物 鹽放的過程中若出現了色火等的異常情況 不要立即靠近 兒童應該要在大人的康戶之下鹽放 一方面是年味 現在很多人都說過年沒甚麼年味 現在限放有點年味 但另一方面是空氣環保人員的安全 消防安全這些都是很現實的問題 我覺得大家一定要聽指揮 就算要放也要去政府指定的區域 總之我的意見就是安全第一、開心第二 無種安全,甚麼年味都是假的 另外提醒大家 煙花爆竹這件事不是甚麼人都可以去賣 也不是甚麼場所能夠賣得到 有些商家居然開始在網上進行煙火買賣 律師就說後果可能很嚴重 在這裡提醒大家 在朋友圈私自販賣煙花爆竹 非法經營數額超過五萬元 或者是違法所得超過一萬元 就已經達到了非法經營罪的入罪標準 律師表示如果商家在朋友圈發布銷售訊息 只是為了告訴大家指定的購買地點在哪裡 就只是指示性或提示性的訊息 不算是違法 不過如果發布的訊息中 交易方式還包括送貨上門 那就無論有沒有銷售許可證 都涉嫌違法了 究竟銷售煙花爆竹需要辦哪些證照呢 售賣煙花爆竹必須辦理煙花爆竹經營零售許可證 取得相應的許可證之後才可以鎮定銷售 煙花爆竹的經營是分為批發和零售 從事煙花爆竹批發的企業 或者是零售的經營者的經營部件 還應當經安全生產監督管理部門的審批 特別需要注意的是 幫朋友轉發這類廣告 一旦銷售的煙花爆竹出現問題 售賣方、轉發者都需要承擔相關的法律責任 如果通過朋友圈售賣煙花爆竹的數量較大 達到非法經營罪的入罪標準 根據我國的刑法 可以儲有期徒刑或是拘役 並儲或是單儲違法所得一倍以上 五倍以下的罰金 甚至是沒收財產 儲兩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的罰款 並沒收非法生產經營的物品及違法所得 對未經許可由逗留運輸 煙花爆竹的由公安部門 集令停止非法運輸活動 儲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的罰款 並沒收非法運輸的物品及違法所得 非法生產經營運輸 煙花爆竹構成違反治安管理行為的 依罰給予治安管理處罰 構成犯罪的 依罰追究刑事實用 最近2023年邵慶市農業農村職業經理人 招聘面時 在邵慶市農業農村局舉行 經過激烈的國族 有位吳經理 成功入選邵慶首批農村職業經理人 將被派選到四會市的大沙鎮江美村任職 甚麼是這個農村職業經理人 很新鮮 學習派 鄉村CEO吳恆堅雖然還未正式上任 但他第一時間來到大沙鎮江美村酒房調研 全面了解村情民意 為規劃鄉村發展路徑 塑利賭點、難點 剛才我們走了一下向陽村小組 我看到他們村的村庸面貌是很好 而且據我所知道 他們這個籃球的文化也是比較濃郁的 下部的話 我們可以以這個農旅 結合這個工業一起去發展 而且利用他們的籃球文化去帶動這個品牌 農村職業經理人 又稱為鄉村CEO 農業經紀人 受聘任職的 都是愛農業、懂技術、善經營的專門人才 是促進農業規模化、雜約化、標準化 品牌化發展的核心力量 有利於引領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 據說2023年 小慶市農業、農村職業經理人 招聘活動 共選拔出10名人才 將分派到小慶10個村試點開展工作 農村職業經理人進出之後 將會充分發揮在農村農業方面的資源優勢 和創業管理方面的知識經驗 進一步提升村集體經濟管理 農村職業經理人進出之後 對融合發展、農業品牌營銷等 鄉村運營管理能力 為村集體經濟持續發展壯大 注入新動能 大沙鎮港北村是市會市首家推行農村職業經理人的集體經濟組織 我們將會著力探究村集集體經濟實行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 完善村集的公司管理制度 破解我們在鄉村中經營人才短缺的缺點 逐步賺大村集經濟集體收入 實現資產升值 為市會農村集體經濟發展 提供一個可以複製的先進例子 我的理解就是他是鄉村CEO 令土美的村落潮起身 但是三五一 我理解就是他是村裡的CEO 帶領村掛從土美變成三五一 三五一 我理解就是村裡的CEO 鄉村CEO 令土美的村落潮起身 但是多口說一句 吸引人才、留住人才 除了願景、薪酬、工資 在教育、醫療、住房等方面的優惠政策 都要落實到位 解決他們的後顧之憂 才是扶持發展的方向 轉個話題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 要積極培育國貨、潮品等新消費增長點 深圳市委七屆八次全會 企市委經濟工作會議強調 要始終將消費和服務業 牢牢握在手上 2023年以來 國潮持續引起消費的新風向 越來越多的國貨品牌 獲得市場的認可 形成這個深圳新的消費增長趨勢 我們今晚收拾吧 創新的設計、個硬的質量 更具性價比的特點 是國貨備受市場歡迎的關鍵 位於龍江區有一家深圳的企業 將傳統文化富能產品中 不斷推出更加貼近消費者 現代審慰和一常需求的國貨新品 更是入選了首屆福布斯中國國潮 創新評選上榜品牌 以創新為引擎 以電商直播為渠道 國貨潮品正加速成為 推動消費增長的強勁引擎 深圳利亞家柴一品牌 以龍馬精神為寓意 推出新年產品 以托電商加直播模式 實現線上加線下 雙線業務增長 現在我們更多面向 於25到35左右的聯軍群體 他們的核查方式是完全不同的 從我們的茶器具也好 茶葉的包裝也好 以及喝茶的習慣也好 我們還是通過對消費者的洞察 更好地去面向我們年輕的顧客群體 這也是我們在2024年 在未來當中要更加關注的一個點 對於我個人而言的話 其實我現在更偏向於國內的這些 國貨品牌或者是國貨的IP 據了解 2023年深圳全市 累計引進首店、新概念店等 超過1000家 深圳老字號242個 其中四個深圳品牌 列入中環老字號以認定單位 國潮的背後不僅是中國製造 中國品牌的崛起 更是中國情懷、中國自信的彰顯 我們看到現在很多年輕人、年輕消費群體 特別喜歡我們國潮、國風的 深圳作為一個年輕的城市 又是一個設計之都 電子科技、還有餐飲、服飾、珠寶 都推出了非常多的 帶有這種國風、國潮這樣的產品 也受到廣大市民的歡迎 也是成為我們深圳消費的新增長點 特首聯合這個400年眼科 舉辦一個免費窄鏡公益活動 活動期間 25項的術前檢查全部免費 還有8000元的近視手術補貼 更有機會成為窄鏡體驗官免費窄鏡 全省18至50歲近視的老友 都可以報名去參與 關注特首的官方微信點 及左下角的報名入口 就可以官方報名了 有近視的你,就不要錯過了 最近中國郵政正式犯行 《夾神龍年》 《龍年生肖特種郵票一套兩枚》 郵票圖案名稱的分別叫做 《天龍行見》及《神龍獻帥》 一經發售,立即被瞄 還有人排了8天來買 為什麼這個龍年郵票這麼受歡迎呢? 收手呢? 市民在排隊等候購買這套龍年的紀念郵票 在郵政之局,眾多的郵米齊聚一行 正在即將發售的郵票 70歲的居大爺 為了能夠第一時間買到這套龍票 已經在郵局敦手了8天 28號晚上來的 在上海家庭區城中路郵政之拱 郵米們拿著號碼牌翹手以待 大家邊說邊笑 就像老朋友的聚會一樣 我大概有40多年了 每次一月有號 就是像我們一個集郵的一個集日一樣 每年的生肖我都要來買的 寄給全國各地的好朋友 我起油到現在 從1992年到現在 已經好20多年了 我們最喜歡這個龍了 對於郵米來說 每年購買生肖郵票 早已經成為關心動裝 在郵政普通細博之局 不少生肖為龍的市民 也都一早起床 想將龍票 作為一份特殊的新年禮物送給自己 阿拉布林有的兩條龍 阿拉布日龍 阿拉綿龍 來買了兩人特別喜歡的魚票 因為龍都傳人嘛 一定要來買 原買到了夾十年龍票鬼坑 志深集由愛好者老孫 還展示了自己珍藏的第一輪龍票 雖然整晚沒有教訓 但每一位郵米都難以面上的喜怨 買到生肖郵票的龍大把小把我很愉快 雖然冷很累 但是心情很愉快 他就是拿幸福 馬刀都已經拿幸福 因為我把那家都踢足 今年的夾十年特種郵票 一套兩媒 第一圖名為天龍行見 以中國紅為底星 金色的龍形象和姿態源自故宮九龍兵 第二圖名為神龍獻碎 畫面整體和郵票的外形 構成了天園地方的格局 上方的魚耳紋養和下方的水紋、雲紋 共同展示了龍騰四海的景象 對於在線下沒有買到心儀郵票的市民 郵局方面建議 可以留意中國郵政開設的集郵網廳 中國郵政的手機客戶端 微信小程序等線上渠道購買 喜歡的可以衝一下 但如果是駁著炒至過去 就算了 黃牛市場這款郵片 聽說已經是天價 老實說真心沒什麼必要 不過說起來又說 很多人都很喜歡這款郵票的設計 畫面又簡潔又明快 色彩夠氣形 他的熱賣設計師可以說真是功不可沒 說到郵票設計的話 今晚跟大家認識一位華僑郵票設計師 十四年時間他設計了很多套生肖郵票 成為全球設計發行生肖郵票最多的設計師 見識一下 當把這些各種各樣的很深的中國傳統文化元素 讓它融入到生肖文化的應用載體上的時候 老外也好 在海外出生的下一代也好 描動 而且會感覺到興趣盎然 這是一個首日風 張向陽 知名新西蘭華僑設計師 十四年時間他設計發行了58套17油證的生肖郵票 成為全球設計發行生肖郵票最多的設計師 亦都是世界首位受邀請為六個油證設計系列生肖郵票 那麼多年來他和生肖文化可以結低不解之緣 介因2009年第一次為新西蘭油證設計生肖郵票 新西蘭的第一載生肖郵票是老外設計師設計的 結果廣埔的回饋感覺中國文化氣息不濃 所以第二載生肖郵票就專門邀請當地的華人設計師團隊來設計 張老師從2010年的虎年郵票開始了他的生肖郵票設計之路 在他心裡小小的生肖郵票不僅可以勾起海外僑胞的思想之情 亦都是向外國友人傳播中國傳統文化的窗口 經過簡單的摺疊它是可以變成一頂立體的洗澡 各種各樣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元素 以這種腦洞大開的方式呈現到了生肖郵票的設計當中 張老師的這種腦洞大開的創意化設計 不僅出現在他的喜巧郵票上 在他創作的旗袍上的春夏秋冬這套異形郵票上 更加是將中國旗袍的美體現到了淋漓盡致 旗袍上的春夏秋冬 這是四件正好是春夏秋冬的不同款式 不同的旁花扣 上面不同的圖案的旗袍 然後把它設計成這個郵票撕下來 是一個旗袍的造型 也是用這樣的方式 把我們中國的旗袍文化 以這種非常獨特的方式去呈現了 淋漓盡致地呈現他的美感 要想令到更加多的人通過生肖文化 了解更多的中國傳統文化 就不僅在郵票上下功夫 這麼多年來 張老師還帶領著創意團隊 創作出一系列跨界產品 他希望用這種方式 將生肖文化融入到生活當中 以便根據廣道深度地傳播中國傳統文化 因為我發現生肖文化是 鏈接中國文化和世界文化的 一個重要的載體橋樑 希望它可以以各種各樣的 花式創意的方式 進入到我們的日常生活當中 讓我們的下一代 我們身邊的所有人 不管是老外還是中國人 都感覺這個生肖文化 離我們並不遙遠 好了 我們轉個話題 舊歲已無 寒冬佔心 小寒是標誌著 冬季時節的正式開始 民間有小寒吃糯米的民族 糯米有保中益氣 抵禦寒冷的功效 接著來 我們到佛山看看 傳統美味的糯米雞 是怎樣製造的 老闆娘 拜託給你兩隻鮑魚糯米雞 加油 每天早上英哥都會來到這間老店 買一隻糯米雞做早餐 一口糯米雞 令到英哥開啟新的一天 更有意識感 是的 這隻糯米雞 我們一直都是在家裡 一直吃開的 對我來說一直都是家裡的味道 這家非為糯米雞 起源於上世紀的二十年代 從老闆娘黃金翠的祖輩 開始傳承 黃金翠是第四代傳人 她手中的糯米雞 從米的選取 就開始頗有講究 做糯米雞 最重要是一隻米 每一隻米都有它的特性 好的 幾種米混合起來 這是我們的配方米 我們的糯米雞 蒸出來的時候 是粒粒分明蒸形通球 一張普通的荷葉裡面 包羅萬有演變出無窮之味 雞肉、豬肉、蝦米、瑤柱 鹹蛋黃、栗子 和香菇等的餡料 被包裹在米飯當中 而爆汁糯米雞之所以爆汁 炒料只是其中的奧妙之處 這是我們的靈魂秘方的餡 糯米雞好不好吃 這個餡是很重要的 這個餡是我們用包汁、老雞、高湯 熬製的 有金華婆腿 有瑤柱、蝦米 裡面有大骨、排骨 一起熬七、八個小時 製作糯米雞完整的選料備料 需要三天三夜 而每個午後 黃金翠就會和媽媽一起 坐在桌邊手工製作糯米雞 美美就是這樣 被一代又一代地傳食下來 很多客人吃完之後 早上來過夜晚又來 因為從我太公的時候 已經開始賣 現在到我們這一代 我希望將好的東西 繼續代代地傳下去 傳給更多的人 軟而不爛、內而不利 貨粒分明、正形劑透 糯米情好拍攝 淡料醬香濃郁 雞肉的鹹香和海鮮的鮮甜 完全滲透到糯米當中 外葉的香味在口中回味又長 另外問你一個問題 你穿舊了羽絨 一般會怎樣處理 最近行渣家能夠將舊羽絨 牙改成一張新的羽絨皮店舖 就走紅了 聽說吸引了不少人光顧 收手 眼前就是羽絨店舖店主 書女士 她正在剪開羽絨服 然後將羽絨疏出來 清重、衝入皮罩 一個多鐘就能夠改成一場的羽絨皮 據她介紹 自己在杭州已經開店16年 新羽絨皮、翻新舊羽絨皮 都做 大概三年前 開始有上門做羽絨服 改羽絨皮的顧客 今年冬天上門的顧客 還特別多 每天有 最起碼是五、六個都有的 一個月可能150床有的吧 去年可能100來床差不多 什麼時候是10月份、11月份最多 不少消費者表示 願意嘗試舊羽絨服改成羽絨皮 並且認為性價比也不錯 方便呀 因為她告訴我馬上立登可取 一方面急 一方面扔了好像也不環保 我覺得挺好的 因為可以就是 便廢為保、廢為利用 就是說廢棄了羽絨服 放在那兒而已 或者扔掉了挺可惜的 但是如果說累積下來 再重新製一個被子 經濟又實用 書女士說做一場羽絨皮 大概兩斤重 需要的舊羽絨服 要根據羽絨的黑重 和質量判斷數量 幾件到十幾件不等 今年也都吸引了不少的年輕人 最近有名女客戴了一瓶藥酒去過安檢 誰知道被安檢人員攔跌下來 她竟然當場喝了她 結果不省人事 車站民警幫她送回家 收手 根據鐵路禁止攜帶物品目錄 旅客不能攜帶散裝白酒 而在當日上午10時半左右 一名旅客在湖南龍山北站 進站過安檢的時候 由於攜帶了一瓶藥酒 被安檢員攔下來不讓她帶上車 該旅客認為這樣調了她太浪費 於是就一口喝了她 結果二十分鐘後 她就在後車室不省人事 並且一直在嘔吐 湖南湘西龍山站 派了鎖執勤民警發現後 立即通知醫護人員到場 同時清理嘔吐物 防止被嘔吐物捉傷 並且不斷跟她說話 幫助她恢復異性 在醫務人員到達現場後 這名男子已經初步恢復神志 但她抗拒遲忘醫院 即是說自己多喝了 身體並無大礙 經了解 這名醉酒的女客姓田 今年四十二歲 在當地打工 當日是跟老鄉一起乘坐列車 打算回家鄉 最後在民警和工作人員的照看下 田某逐漸恢復意識 在確定身體沒甚麼大礙之後 田某在民警的幫助下 上了回家的列車 另外在上世紀二十年代 廣州曾經奉行蘇州財 其中有一間叫陸宇居 可能年紀長少的老友都會記得 就是代表之一 他將粵菜和江蘇菜的特色相結合 用蒸滷水加上白切雞烹飪的手法 創製出桶子油雞 廣州這款名雞 現在還有師傅在做 哪一代有得吃呢 Lok Seng今晚和你講講這段故事 我是月份的Lok Seng 我就用Lok Lok Seng 滷水是很多街坊斬鳥家宋的首選 而月色滷水 聽說是從民國初期開始出現 代表菜式就是家中餐桌上客豉油雞 這期Lok Seng和大家品嘗的十大名雞 就是豉油雞當中的頂流 桶子油雞 話說在上世紀二十年代 廣州曾經奉行蘇州財 其中陸宇居就是代表之一 當時酒家 有一個外號叫撈蘇傲的師傅 將粵菜和江蘇菜的特色相建合 用蒸滷水加上白切雞的烹飪手法 創製出桶子油雞 成為了粵式滷水的開山之作 蒸滷水亦被稱之為油雞水 後來有中國最大圓林式酒家美譽的 半溪酒家 就將桶子油雞道名菜再次提升 令到經典繼續延續下來 之前馮秋師傅在1993年研發了這隻雞 在他桶子油雞的基礎上 他自己加了餘素 他用桶子的理念 用竹筒去研究這隻雞 有一個桶子和空氣循環 那隻雞吸收的月亮更加快 快熟的東西就一定要鎖得住鮮味 而且肉質的口感更加滑 正算一隻180天的靚青軟雞 拿出內臟 然後從後面插一粵竹筒 筒子油雞之名正是由此而來 然後就可以浸入秘製的滷水當中 其實滷水就是要… 一個是藥材 另一個是豉油 兩方面結合就對了 豉油雞就一定要豉油漂亮 我們用一些比較土的生細豉油 去做這個滷水 然後就要做這個滷水 浸雞是三滷水 一放進滷水中 再拿上來 雞皮又會收縮 它收縮的雞皮才會爽脆 慢慢冷卻 然後再放進去 一隻雞浸好後 皮不會爛 令身入味 這樣就效格了 那些肉質就漂亮 雞的味道就在這裡 那些豉油調得是很漂亮的 我們來生就是選它的 經過進來的時候 都是掛在燒臘槍那裡 我們看到也流口水 味道是很適合我們這個老廣的味道 就是偏甜的 аз headed 某些奶倫 吃 吃 吃 來 吃 吃 嚇 吃 吃 吃 最后一个奖励 一碟游鸡既是忙碌工作后的家常便饭 亦是大宴亲朋好友时候 桌上的美味珍售 粤菜文化滲透在每一个广州人的生活点滴当中 而包容创新的精神也借根在大家的心中 为与文化发声,我们要拖拖声 我是统主游鸡与菜主理师傅,陈君伟 去年10月,民政部、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 11个部门联合引发 《积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行动方案》 聚焦老年人就餐的实际困难 不断提高老年人坐餐服务质量的水平 除了捉路、校园、食品安全的底线之外 在广东,长者饭堂 已经成为了老年人身边 随处可以见到的温暖所在 走走 又有所护,老有所依 去年10月,民政部市场 监督管理总局等11部门 联合引发 《积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行动方案》 聚焦老年人就餐实际困难 不断提高老年助餐服务质量和水平 除了助劳、校园食品安全的底线 在广东,长者饭堂已成为老人身边随处可见的温暖所在 差不多61度 温度正常 每天上午10点左右 载着做好的十多份长者餐的配送车 总会准时到达广州南沙 珠江街宜康中心 一到饭点 老年人活动中心就成了长者饭堂 四人桌几乎总是满座 三菜一汤有荤有素 这是在长者饭堂吃饭 已经第三年的陈姨 每天最开心的时候 我们每天早上都集中过来做早餐 看新闻 做其他活动 还有手工 接着到饭店 我们坐在长者饭堂 齐齐地拿着这碗饭走来 排队拿着饭来吃饭 我们老人家吃得很开心 吃得健康吃得开心 等那些老人家就不用挂着 家里没有人照顾 没有饭吃 吃了才回去家里休息 那就挺好 在广州 像这样采用集体配送模式的长者饭堂 就有827家 每天送餐近1.1万人次 为了照顾到一些腿脚不方便的老人 长者饭堂里常常会多备一套保温品 一边有需要时 为他们送饭上门 我不是煮的 吃这些饭的 三个菜一个多 非常之好吃 有菜花 有排骨 有菜参 吃了六年纪 我们是八个岁 有的你拿饭来很方便 我们自己不用煮 大功大运 走的时候就让人送去 照顾我们很好 在我们小区范围内 有11个这样的长者饭堂 而且这11个饭堂 都由我们集体配送单位进行一个配送 在我们这里 每一位老人家 60岁以上都能够有政府补贴7元 然后老人家只需要自费5元 就能够吃到一份 两坤一树一汤的可口饭餐 公餐的时候 我们要求公餐企业要提供的公餐检测结果 才能进行公餐的 我们还通过这个阳光储存的方式 对整个公餐的过程进行一个了解 可以说我们的老人家在我们中心 可以既能够安全吃到我们饭餐 又能实惠地吃到我们的饭餐 集体用餐配送全流程规范透明 更兜住了一老一小的安全底线 时有所安 事有所办 保住了食品安全 就保住了人民群众的健康获得感 一张张人民群众的幸福保障网 正在大家的共同见证下 不断支撑 住牢 好了 跟你讲个好消息 装修立刻可以省十万元 哪里那么损 真的可以的 你现在撥打020 6232 03.3 6232 03.3 报名 报品质家装样板工程的征扎活动 从签约设计 选材丶施工到售后 特首是全程跟踪报道 为你家装保价户行 现在成功报名 獲得样板房名额的业主 可以享受多重好例 立刻減十万元 還包設計 包選材 包師工 包嚴修 包售後 一站式整裝體驗 不僅省時省力 還省錢 廣州每區僅限三戶 活動是真實有效的 準備裝修的老友 握緊搜索我們城市特首的公眾號 點擊底部菜單報名入口的品質家莊 搶佔名額 打電話都可以 電話才說 020-6232-033報名 摘草莓不用到郊區了 在珠海某公園 十畝香甜多汁的草莓 甜蜜上線 這個可以一邊摘草莓 一邊在草地上露營放風箏 很多老友都說去過之後相當彈 有甚麼這麼笨的介紹 手手吧 這裡是金灣區最大的草莓種植採摘基地 也是珠海首個位於大型公園內的生態採摘基地 走入草莓採皂園 一顆顆色澤鮮亮 過頭紅潤的草莓 染醉在綠葉白花間 令人垂然玉滴 米體草莓不大 但全程都是有機種植 味道非常香甜 因為我們全程使用的是有機肥 不使用激素 不催俗 不膨大 所以它這個個頭看起來是比較小 但是它是真正健康的食品 除了現場採摘草莓 農村園還種植了草莓盆栽 草莓盆栽已經培育到了開花結果的狀態 市民朋友可以拿回家自己種植 在家都能夠吃到健康美美的草莓 除了草莓 這裡還種植了三畝品質優良的聖女果 十畝油菜花田 今年期間我們會有大片的猶太花海供遊客拍照 還會有一些我們那個叫美味的小番茄 採摘草莓採摘 後來我們還會組織一些包括一些科普活動 針對學生啊 我們可以定期推出一些教育活動 來配合這種遊客的遊玩 好 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明晚同樣時間我們約定你 明晚我們不見不散 見識到消息 我們不見不散 我們不見不散 要我得到一次 我們不見不散 我們不見不散 就知道你想想說 進行不散 未見不散 進行不散 不能散 那我們不散 不散 我們不散